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Q&A 第24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學長的慘痛經驗 雖然是一個很小的一個意外 但是學長因此也感覺到 原來咖啡世界還有一些模糊地帶 學長之前可能也沒有想清楚的 就是關於濾紙的保存和濾紙的潮濕 會導致於你風味上的影響 這個問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 其實這個故事發生在前陣子 學長從藏庫裡面挖了一包 用到一半的濾紙 那在沖煮的過程之中 學長剛開始會覺得說 這濾紙好像有一點點濕濕的味道 我就想說那我把濾紙打濕 我平常不打濕的嘛 那我就是把濾紙打濕以後再來做沖煮 那這樣子應該就可以把那個潮濕的味道 先洗乾淨了以後就沒事了 但是沒有想到的是 這個打濕的濾紙它流速 跟我之前所預期的還是有很大的差異 所以就有研發今天這個議題 這個議題的背後其實大家可以想像 其實就是關於濾紙 如果它受潮了 跟沒有受潮的濾紙 它的對於風味會不會有影響呢 學長可以以我的青森記告訴大家的事 我覺得是有的 根據剛才的經驗上面 從兩個部分我會覺得會有影響 第一個部分是關於味道 那畢竟台灣還是比較潮濕的 當我的濾紙放在櫃子裡面 那我櫃子可能比較濕氣比較重 或它是老櫃子可能櫃子味比較重 那我又沒有做好比較好的 的密封的時候 像這個當然是沒有開過的 像這個是已經打開了 這麼大的開口的時候呢 那你時間比較久 或者說你的空間比較潮濕的時候 濕氣還是會濕到你的濾紙上面 那就會讓濾紙呈現出兩個狀態 第一個狀態呢 是它聞起來可能會有一點濕濕的 然後會有一點點櫃子味 會有一點潮濕的味道 那這個味道可能會影響到你的 沖煮上的風味 以學長自己來說 我就覺得這是蠻明顯的啦 這是關於風味的部分 第二個部分呢 是潮濕有可能讓你的濾紙 就先吃了一些濕氣一些水氣 你摸起來呢 你的濾紙會變得軟軟的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拿這個濾紙做沖煮的話 無論你有沒有先進濕濾紙 它通常會讓你的流速整體變得比較慢 而且濾杯的下水的順暢度呢 通常會減慢 會變得比較不流暢 這會導致說你原本可能 香酸比較多的風味呢 可能香酸變得不顯著 都墊到巴底上 甚至會出更多的苦澀味 那這件事情本身呢 其實對於你的開啡風味來說 增加了蠻多不穩定的因素啦 所以眾上所知呢 我們都知道說 其實潮濕掉的濾紙 對於你的沖煮來說還是會有影響的 那當然啦 濾紙是沒有什麼保存期限的 那正常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是有這種風好的情況 就是你買了 可能一次買了好幾包 但是其中兩三包呢 你是沒有開封的 那它基本上是不太會受潮 可以放很久 放個兩年三年 它其實都不太會有受潮的險象 但是呢 如果你已經有開封的濾紙 像這樣子 那一包一百張 基本上你每天沖的話 可能可以用三個月才用得完的話呢 一來呢可以建議說呢 你可以考慮說 哪一個夾子 把你的濾紙夾起來 大幅度的減少你的濾紙的受潮的可能性 那第二部分呢就是盡量不要讓你的濾紙 放到比較潮濕的地方 放在乾一點的地方 其實對它的壽命的增加也是會有幫助的 所以呢 濾紙跟卡夫哥其實是一樣的 雖然濾紙它的保存期限會比較長 但是盡量的減少濕氣對它造成的傷害呢 對於你的衝突穩定性也是會有幫助的 OK 那我們今天硬派的Q&A就說到這邊為止 那我們下個議題再見 拜拜